蜊子湯 還有紅棗 這是比較養生的啦 我現在是台西 剛好我回鄉下嘛 就拿一些回來就這樣 還有北港的花生 還有我們大坑的那個 就算 我氣功自己寫了三十幾年 所以在樓上我自己可以每天早上羅頓練 如果有這個時間的話 我們互相切磋一下 跑步我人氣比較大 跟我們比較沒辦法 蕭政雄跟立委黃一嬌熟識 多年前的合照保存到現在 總統大選也一路相挺馬英九 追回配合常駐計劃 夫妻倆強調以平常心來接待 希望讓馬英九有家的感覺 三類新聞正名堂 郭苑林 台中報導 好 那麼這是馬英九Long Stay計劃 今天我們看到最新的一個狀況 今晚要駐的這位退休老師家 他情形準備的也已經很妥當了 馬英九也已經出發了 現在正在台中清泉鋼機場發表 他最新的一個相關的清泉鋼 清泉鋼國際機場的一個改建跟改造的計畫 我們隨時掌握現場的最新狀況 好 那麼這個Long Stay計劃 到底大家該怎麼看 我們今天現場請到三位來賓 要為大家好好的來解讀分析一下 那麼第一位是民進黨立委葉怡金 國主任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繼續是資深媒體人吳國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再來介紹的是 國民黨立委羅世雄 大家好 好 我們首先還是要為大家 再來整理一下這個Long Stay計劃 裡頭的一個主要行程的一個演進 那麼我們再帶大家來看 全台灣要繞一圈 包括離島都在馬英九 這項的一個計畫裡頭 那麼今天7月11號 首先展開的是中張頭 透過我們的鏡頭 帶大家一塊來掌握 中張頭今天開始展開了 為期18天 7月28號結束 那麼在這邊最受注目是 這個體驗安排的第一站 農夫的一天 他要當起了這個果農 一塊去採收高階禮 時間是7月27號 當天才會從早上清晨4點半中 一塊的開始跟果農們來採收 裝貨再出貨等等 那麼接下來 什麼時候來展開雲家呢 目前還不倒而知 那雲家們還會當漁民 來到高高平會當勞工 來到了花東離島 接下來往北走回到北極移 全台灣繞一圈 那麼馬英九的Long Stay計畫 走透透全台灣到底心得 會得到些什麼 目前都不得而知 但是這個計畫一推出來之後 為什麼好像給予肯定的聲音 還是比較的少 所以國中大哥 我們是不是太苛求馬英九了 我們不是說有做總比不做好 比如說他已經在台灣住了58年 怎麼會不知道底層的新生 那麼這趟Long Stay計畫 更要貼近民意 為什麼掌聲總是這麼的少 我想國主委你剛剛那個問題問得很好 可能就是因為他的這個文宣部門 宣傳部門把這個 他要下鄉去探查民情這件事情 把它解釋成Long Stay這樣的話 所以才讓人家覺得說 巴英在台灣已經五十八年了 這五十八年他真是對台灣 這個文宣傳部門還是很陌生 我記得我歲寒少年的時候 畢業 每次學校畢業就說 環島一遊什麼一遊 我們都有畢業典禮 畢業以後又開始就環島 其實馬英九給人家感覺是說 因為他要選總統 所以必須要下鄉環島一趟 如果說他深在台灣這五十八年 不應該說對台灣的鄉下 移民農民以及勞工 會有這樣的陌生感覺 不應該會有的 所以外面不應該批評說 你在Long Stay台灣五十八年 你現在Long Stay十八年 哪有什麼露營 如果Long Stay五十八年 你不要用心 這十八年 你有辦法看到什麼東西 不過剛才我們看那些新聞 看那些維持 我看得很感動 台灣人民是很可愛 很重要 讓人說很政治 不管政治立場是怎樣 我們把它放在旁邊說 最不可以反映一個外面的人 來帶我們出來 來熱情的接待 這種不是Long Stay 這種是住人家 不是說一小一間家 自己來煩惱自己的事情 這是說台灣人 已經穿出去搶手 來接待這個媽的研究先生 讓他來了解說 秉民的生活是什麼 所以這就給了一種 延伸出來的生活 如果說 你如果還有一種錢貴的心態 錢貴的子弟跟秉民的心態 這樣就不可以了 如果說你是站在通知家的這個心態 我們要下來看這個平民的生活 這樣也不對 所以馬英就在這十八工裡面 應該來沉澱下來 好 我在想說 他對台灣人民是 什麼東西做還不夠 我之前懷疑 要把這個議員 頭一天 他有找到立法院 現在的法案下去嗎 我也不知道這個心肖的老師 對立法院的生態了解多少 如果兩個人在連起工之餘 可以說 拿出來問馬英九 先生說 為什麼 整個農民的農事的改進 你們國民黨 為什麼都一直在那裡 10年一千月 都建村改進 建村的條例 你們就算了 為什麼這樣 就算了 謝謝 什麼都發展 請問我們 怎麼回答 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 你這個等到 這二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